哈囉 大家好 我是沈醫生 很久沒有跟大家分享我 印式生活裡面的東西了 之前分享的是美甲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 因為我今天要剛好去看了一個手印 所以我就要畫一個 我自己覺得沒有濃妝液膜 又不失禮貌的一個妝容 我覺得眉毛的部分是 現在很多人都霧眉 所以我在講解我的眉毛 加上大家的眉型 跟喜歡的眉毛的眼型都不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眉毛我就可以略過 我就可以分享一下我的這個原定 我就會先用我的這個 比較漂亮的這個顏色 粉色系的 對 然後呢 會先從粉色這一顆 為什麼會先用這一顆呢 因為如果我直接用亮的話 我這邊可能會泡泡的 所以我都習慣先用這個 然後我也沒有在打 眼睛下面的那個打底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有打跟沒打一樣 可能是我不會用吧 所以我就會直接用 我想要的顏色先當一個底色 讓它不要那麼泡 都會先從眼睛後面 為什麼要從眼睛後面 因為從眼睛後面比較不容易失敗 如果你直接從前面 就很容易就是一顆這樣子 然後你再抹一抹不掉 然後眼睛後面 你看我這樣子隨便拉一下 然後再用從眼睛後面拉到前面 你就有那個粉散開的感覺 是不是 很明顯耶 另外一邊也一樣用這個粉色 然後我都是從後面 記得從後面 我之前是從中間 但我發現中間可能也有一狗的危險 但是後面通常會比較濃 但你想這邊如果超濃 跟前面眼頭如果超濃 就會很奇怪 好像兩三下就把我的 我要的顏色跟那個 形畫上去了 然後我就用下面這一個 再混一點點這個粉紅色 插下面 這一隻手是沾粉的 這一隻手沒沾粉 所以我就會把魚粉往這邊拉掉 漲下就已經出來了 我化妝就是很快 這有時候就要有一點點那種 天神力 有沒有 再來呢就是 要這邊有一點點就是 亮亮的顏色 我就用這一個顏色 它其實就是玫瑰粉 它的亮粉也是屬於比較粉紅色系 反正它一整塊都是粉紅色系 它的亮粉也是偏比較粉紅色系 像這一個的亮粉呢 它就會偏比較白 那偏比較白很容易拋 好 我現在就來上這個 上眼皮的部分 我現在換一隻手指頭 食指 拉一點點亮亮的出來 然後亮色系你就自己要 斟酌那個亮 不要太用力 因為亮粉東西其實很明顯 先點點點點點 再拍拍拍拍拍拍 亮粉的東西呢 我覺得最不要做的一個行為 你就是一直磨它 亮粉主要就是漂亮 它本身的亮度 所以你就是用點的 它那個亮度才會很美 嗯 好會化妝喔 再來呢 我剛剛有說 這個白色呢 它會比較讓上眼皮拋 那你覺得它可以做哪個作用 它的作用就是可以在眼頭 跟眼睛下面 做一個尾臥蠶的部分 眼頭 哎呀怎麼那麼漂亮 你不要一直這樣喔 你眼皮會鬆弛就算了 你這個亮度還不會很美 化個妝而已 不需要讓自己的眼皮鬆弛 然後鏡頭上你就會看到說 哇天啊 在那裡 這臥蠶也太深了吧 假的 畫的 何必去整形呢 化妝就好啦 哈哈哈哈 其實如果你要畫臥蠶 你可以這樣 然後大概知道臥蠶的位置 你就是可以直接 點在那個鼓起來的地方 但也不要畫太深 不然會 太明顯太強 這一個顏色它很好畫在這個 臥蠶之後 帶一點點 它就會有一個讓臥蠶更明顯 點在這個下面的地方 點出一些細線之後 再往這邊帶 哎呦 水噹噹 好接下來呢 教訓你的繩子手 再把這些魚盒呢 輕輕的往旁邊 撥一點點 讓它 有一點點 miss在一起 那個線條不要過於明顯 這樣子 手呢 是最好的器具 上帝創造你一雙手 就要讓你做非常多事情 眼線呢 這個是我在 其實我們化妝師在畫的時候 我就學起來這一招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眼線是 非常非常自然的 然後他會拿這麼扁的筆 然後去用很深的這種深咖啡色 畫在你的眼線的地方當眼線 然後我發現這樣畫起來很自然 又會是你要的 然後總比就是你一開始就拿這種眼線液 直接這樣畫很容易失敗 因為像有些手抖手殘 或者是沒有那麼會抓距離的 他就很容易失敗 用點的就可以很細 跑出來了 非常完美 不要跑 再來一次 你就會越點就知道自己的 界線在哪 用這個 眼影粉 點眼線還有一個好處 是因為它是眼影粉 所以如果你失敗你也很好弄掉 好啦我眼影本身好像就蠻漂亮的 因為我剛剛看鏡頭好像沒什麼太大差別 看現實好像沒什麼太大差別 但是眼 就會有眼神 好不好 是我自己沒有 啊 我忘記跟大家講 就是我在化妝之前 我會先擦這個 護唇膏 就是在你化妝之前 你 就可以擦 厚厚的一層唇膏 你那時候化完妝再來上一點口紅 你嘴巴就不會超乾 好我剛剛離題了 我再化明顯一點讓你們發現 因為我的眼皮是會吃眼線的啦 所以我眼線要化粗一點 那有些人的眼皮是不會吃眼線的 它輕輕一調就會很明顯 有了啦有了啦 然後 這邊我來這邊 嗯有吧 眼線就跑出來了 我是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才這次有畫眼線 不然通常我出去是不畫眼線 我會直接擦睫毛膏 因為我有用絞蛋白 所以我不用睫毛夾 但是我還是得示範 夾睫毛呢 沒有PEPPO 就是往那邊夾就對了 有些人可能很容易 垂啦 那很容易垂 是你的睫毛膏 因為我的睫毛就是那種很硬的 我就一擦比較濕的睫毛膏 它就直接往下垂 啊你一出來不是很濕嗎 你就沾衛生紙大概 複個兩下讓它不要那麼濕潤 就很有效果 很有差 你們可以試試看 好 那糾結怎麼辦呢 我就準備一個鋼酥 把糾結的地方刷起來 鋼酥鋼的 啊我還有下睫毛 如果你的下睫毛的條件很好 你不塗它 你很對不起它哦 欸你不把它塗出來 你就是白掌的這個睫毛 上睫毛塗完要塗下睫毛的原因 就是什麼 你的眼睛會髒更開 為什麼女生塗下睫毛的時候 嘴巴會拉人中 你不拉不行啊 那你不拉的話 你你這樣 擦 是可以擦 但是就是 你很很容易跟上面的這一個碰到 上面的那個 眼皮碰到 還是得拉人中 是因為你人中一拉 好 它又下來了 咬咬 所以不要再笑 我現在為什麼 拉下給它咬咬咬咬咬咬咬 然後條件長得很好 就自己往下長這樣子 腮紅 紫色 我超喜歡紫色的腮紅 因為紫色腮紅上起來 欸是紫色的耶 講什麼廢話 真的是紫色的 但這個紫色會讓就是臉很有氣色 好 最後就是修容 最重要的就是讓你的五官很立體 就是我會用這一個就比較閃 有沒有 比較閃的話呢 我就會用這兩個顏色 修容我就會拿這種三色的比較好 輕輕的拉一下 這絨鼻的效果很像 好 你看鼻子是不是 很挺 然後又很自然 你有沒有看到那條線 有沒有 如果你有線的話 就撥一下 其實有時候往中間 往旁邊都可以撥 主要就是不要讓那條線太明顯而已 如果是修容 我就會用最深 這兩個部分 有沒有 一點點這樣 起來了 好 太亮了 看不出來了 有啦 有沒有 這個膨 這裡就比較細 所以拍照的時候 這邊就比較小 那現在就是嘴巴的部分 嘴巴呢 我本來嘴巴就 屬於比較偏紅一點的人 但是我 我為了上給大家看呢 我就準備一個 這種小小的 我也是習慣用點的 也是點在嘴唇裡面 為什麼喜歡點在嘴唇裡面呢 因為如果你一擦在這個外面 你可能很容易失敗 你就是都先用在裡面 因為剛下手的時候是最容易失敗的時候 因為顏色最重 然後 你再抿一抿 完成了 現在我要去手印會嘛 那燈光會比較昏暗 那 昏暗的時候你的這些妝容就會拍不出來 所以我最近呢 就有多購入了一支手機 我手機有分 兩種 就是 直播 跟拍照 有的 拍照很多話都我蠻推薦這一支手機的 那像我等等我去看電影啦 我覺得在電影院裡面可能會想要自拍 但是我不想要開那種閃光燈 所以就是打擾到人家 我就這樣比較沒有禮貌 我覺得這個全新Google Pixel 4a 5G版 它非常好用 它就會自動調整成夜市肖像模式 好的 現在就教大家怎麼調整 如果你拍完之後呢 它就會有一個內建肖像打光功能 我們就是要點到這個 一槓一槓一條線的 按調整 調整裡面就會有一個肖像打光 那你一定要肖像拍 它才有這個肖像打光功能 用肖像拍很好的一點是 它其實後面背景會幫你打呼 然後呢 這邊你在打光的時候 你有看到 是會有這種 立體度 就是它會更襯托 例如說我光想打到這 它會更襯托我剛剛畫的那個妝感 這樣子 好 那我就會按完成 然後它裡面呢就是 還有亮度啊 聚焦啊 這些都可以做使用 補唇 這個呢就是我剛剛調整好的狀態 就是把補光功能都弄上去了 然後妝容就也非常明顯 今天再來跟大家複習一次的妝容 就是呢 記得如果你在擦眼影的時候 記得從後面開始比較不容易失敗 然後鼻影的部分 盡量用散一點的 我自己啦 是盡量用散一點的 讓它B影會比較明顯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一樣 就是分享這種美美的妝容 剛剛這個補光功能很強呢 它是5G Google Pixel的全新手機 各大通路都有在賣哦 也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這一生的個人頻道 會隨時出一些不同的主題 那今天就先這樣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艾 有明星居 平的星光 平的星光 平的星光